好吃 精彩一点 大家都说圆的视频太短了 所以呢 今天多拍点我们采购的视频 顺便看一下德国的物价 今天小萝卜特价60分 老爷子关头哥最爱 冲比平时便宜40分 赶紧多拿一把 当然 要挑最好的 鸡翅有特价 刚好可以拿来做黄梦鸡 哦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火鸡鸡松肉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老母鸡的 一盒呢5.9欧 约48块钱 看到这些蔬菜了没有 蔬菜没有特价的时候呢 就特别特别的贵 而且呢疫情过后 德国的物价也有明显上涨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在食物上省一笔钱 那你必须提前做功课 哎呀 薯片特价 不行 减肥忍住 放下放下 来给你们介绍我最喜欢的芝士牌子 自己做一杯卡布奇诺 这也是最省钱的啦 有的粉丝问 原那么喜欢喝咖啡 为啥不买台咖啡机呢 这里不是不舍得花钱 是因为这是老爷子的心意 老爷子说我做中国菜给他吃 他呢 给我泡泡咖啡 他很乐在其中 如果有了咖啡机 他就少一个活干 那老爷子是多么的失落啊 如果你换做我 你们也不会买咖啡机吧 我们对面的教堂花园 终于有政府部门来修剪了 以前都是老爷子自愿去弄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袁 这是关头 欢迎 哈喽 关头每天就躲让你看电视 太幸福 今天我有个很好的东西 要跟人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去超市嘛 然后呢 就德国就跟中国一样 就是你有积分的话 你可以就是可以换取一些 比较好的东西 那我要给你们买一个开箱 登登登 这个Sillit 50欧买到手 就是400块钱人民币的平底股 28寸 那我们今天来测试一下 看好不好用 Main in Germany的 这个就是真正的是Main in Germany的 我跟你说 其实很多啊 例如说一些大牌啊 就是像双利人啊这些 他们很多在中国也是有代工产的 不是说所有都是Main in Germany的 我们来个开箱视频 那就是最近看园的视频呢 园都在告诉你们 我是在减肥 我真的立下决心要减肥 因为我从二月份回到德国 现在已经四个月了 四个月我长了十几斤 真的长了十几斤 其实吃饭面我觉得还好 就是吃太多甜食了 因为你说像这里的阿根打吃 大概是这么大一罐 也就是三十多万元人民币 那就使命使命地吃 今天呢我会用这个瓶底锅来呢 测试一下做那个鸡松肉 我看一下就是老人家会喜欢 更喜欢吃黄焖鸡呢 还是更喜欢吃鸡松肉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老人家会更喜欢 更喜欢吃鸡松肉呢 还是喜欢吃黄焖鸡好不好 那这个鸡松肉呢 是真的是非常适合鸡 非常非常酷 那而且特别好吃 那如何呢 把这个鸡松肉做出 就是又嫩又香的感觉 这个视频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开始啰嗦 关主哥又开始啰嗦了 他明明明明在那里看电视 啰嗦是啰嗦 啰嗦 啰嗦 这就是我需要更多的 我真的好啰嗦 OK啦 拜拜 关主哥他要帮我 帮我削土豆 然后你看 这就是最好的方法 我喜欢用这个鸡松肉机 对吗 你不想看鸡松肉呢 没关系 我喜欢用鸡松肉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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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以前我们是这一个 对吗 更多的 对 我 不想看鸡松肉 好了 接下来要干活了 先处理下食材 香菇提前泡发 所有的配菜呢 提前处理 原有一个习惯分享一下给大家 大家做饭的时候呢 可以放一个专门装撕垃圾的碗 这样真的节省很多时间 芹菜 香菇 洋葱 青椒 鸡翅切块 鸡翅肉对半切就可以 后面用黑胡椒 生抽 鱼露 搅拌腌制 最后用橄榄油封住水分 腌制20分钟左右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一下鸡翅 鸡翅焯水 加点料酒去腥 自己提前调两个酱 灵魂环豆酱两勺 蚝油 生抽各一勺 搅拌均匀 第二个酱 环豆酱一勺 红烧酱油一勺 白糖一勺 搅拌后一勺淀粉 最后加点水 这是黄焖鸡出锅前五分钟饭的 烤堂色 下鸡翅 颜色出来后呢 放第一个酱 把酱炒香 放泡好的香菇 接着炒 最后呢 加上德国原装的 鸡肉两面各煎一分钟 最后呢 盖子焖四分钟就可以了 下配菜 放第二酱 最后呢 放少许盐 就可以出锅了 哇 太香了 在这里给你们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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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你们想看的洗碗机 一般呢 我放进去 关头哥呢 负责拿出来 弄完厨房后 关头哥负责花园 这个时候呢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半 也是我直播卖货的时候 嗯哼 有空来直播室做一做哦 德国好物推荐 耶 这是老爷子花公司买的草莓 说到结果了 第二个方我吃 苹果树也开花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在这里了 保持心情happy 如果有空的话就帮我点赞转发 那我才有动力拍视频啦 拜拜 拜拜 拜拜